现场消息马上来看马总统今天主持下半年陆海空军将官的晋升布达继秀典礼 而现在有现场的情况呢我们来请陈威如告诉大家 各位观众今天呢总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呢举行国军将领的授接仪式 那么这一次呢只有两名中将晋升少将啊可以说是这个创下这个史上最少人数的这个记录 那么总统呢在致辞的时候也特别在针对买官卖官的传言给所有的国军将领一帆讯事 希望国军能够进一步的脱胎换骨 电铁成钢 首先呢我们要强调慎用名气为国拔拙优秀的人才 肩膀上的星星代表的是国家的名气 绝对不能够非法取得也不能够被任意的滥用 否则这些星星的光芒就会蒙成 总统表示说呢他期许所有的国军将领可以成为未来国军的表率 那么肩上的星星代表的是国家的名气 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取得 不然的话呢就会让星星蒙成 那么呢国防部长陈正明在场总统呢也针对这个国防部说了重话 他说呢这个在他出访回国之后呢 关于汉光演习媒体有些不正确的报道 本来呢希望国防部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澄清 不过国防部却拖了三天 希望下一次一定要好好改进 以上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先将镜头交换棚内